你讲AI 第一是这个台上 我来这几年 第一个敢讲的 第二呢 我还是可以打50分的 专家系统 其实是AI的 各个种类中的一部分 另外呢 我觉得你研究我们公司资料 其实还没有研究透 因为专家系统是AI里边 最初期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那后边呢 其实更新的一些东西 你都没有讲 所以呢 我觉得你研究 其实需要更深一点 对 我只是了解 而且前沿的东西 你没有讲出来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你两次退学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啊 那你这两次退学 在我看来是 对于一些困难 会有一些退缩 或者你有一些权衡 那么在一家岗位当中 刚才我一直在跟我们 HR负责人在聊你 就是我们该怎么用你的问题 那么因为我们在做 我们自己的APP也好 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程序也好 其实我们都要对用户负责 那怎么能保证 你不会临阵退缩 但是你做APP 做这个小程序 它不会啊 它做的不是这个 首先它有PC端嘛 包括我认为它在H5 包括广告页面当中 它也能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你会这个吗 我主要从事的是PC端的 对啊 但是这些我也可以学 你不是学呀 职场当中是拿来就要用的 没有你学习的过程的 张萌 取决于你有没有人带他 对 我们有啊 我们有完整技术团队可以带他呀 但是我觉得他因为 一直自己接项目的话 其实工作应该是完整的 就是他能做一个个小项目 主要是学习动机的问题了 就你有没有这种强大的力量 把自己过去的命隔掉 重新再重启一条路 如果以他自己刚才的那番演讲来说 如果现在学习新的东西 也只是为了挣钱 他就不会出来干了 他就想去AI那儿 对 我有几个问题 你对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 了解到了什么程度 而你觉得 既然你对我们都有异象 你觉得你在我们这里边 什么角色最适合 我觉得松鼠AI在教授学习AI这方面 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比如说给老师 这是一种对学生的学习程度 学习进度 对学习能力 跟着他的各种不同 来通过AI来适应他的教学 这样一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很潜着性的工作 怎样的老师 广告不用做了 你的广告做得特别好 我们快进入到技术和你的角色上 我可以说一下我对你们公司的 一些缺点的一些建议吗 原来前面都是服务店 好 可能很尖锐 希望你能包含 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怀疑你是李浩阳找来的 赶紧 赶紧说 简单点 第一点 我对你们公司的名字 特别地觉得这个名字不好 松鼠AI的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字符 是不是 现在互联网产品 大家接受信息非常非常多 不想接受很多很多的信息 你看所有成功的互联网产品 哪一个不是名字很多呢 Coco 淘宝 是不是 TD 那哪一个叫什么 小马社交一对一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人家就叫瓜子 平时就叫瓜子 我们平时叫松鼠 就是我觉得呢 那个互联网产品呢 你让用户更能进入他的心理呢 你起一个 啊 我起一个 对啊 你不说人家起的不好 你起一个嘛 觉得这可能有点难度了 那你说不好 你又不给出方案 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 我现在给他起个名字 行行行 第一个名字长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们松鼠AI的那个APP 正常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三多嘛 是不是 PC多 安卓多 OS多 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我想做个调研好不好 现场的观众或者其他的嘉宾 就是你在你们的手机上 或者其他的平板等等上面 去搜索 松鼠AI一对一 看能否收到结果 并且下载对应的APP 我就想做一下这个 这样一个调研 越来越确定 你是立豪阳叫来的吧 你是现在在递推APP是吗 行了 我们不用做这个试验 你想说明什么 我就是想说的 他们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技术原因 还是因为推广原因 在很多平台上他搜不到 好 下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不明白你们公司 为什么会衰扬那么多 我开了多少家分店 比如说我开了100多家 就线下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机构 我并不明白你这种战略是为什么 2000家不是100多家 你这一点想不明白 你想说明什么 哪不好 从战略上来说 可能有点有点错误 无论你是加盟也好 或者是自营也好 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场地人员是不是 可以 可以 这不是你程序员应该考虑的范围 林小 你知道吗 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你刚刚提的三个问题 跟你的程序员专业性 一点都不相关 除了第二个 其实第一个 第三个跟你没关系 三个APP是明显和我机身关系的 是不是 对 他们也 这两个问题一定会要很浅 你这三个是在帮他打广告的 没有 这是来黑我们的 就是连第二个都跟你没有关系 那是战略问题 而且是产品需求问题 因为你对教育不了解 小孩子如果看手机 看两个小时 对他的眼睛伤害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是故意不做手机端 所以你讲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品牌定位 第二个是用户的需求 第三个是公司战略 你讲这三个让我越来越 寒毛发述 你知道吧 我不敢用你了